大家好,我是Mr. 敏蘇 今天會為大家講的是SV 5th Classroom Exercise 9b 通過建立直角三角形來求三角比的值的例如 看看題目 以知sinθ等於0.4 其中θ是一個銳角 在筆計算θ的情況下 求cosθ乘以tθ over 2的值 我們學了建立直角三角形 然後再去找其他比 第一件事,我們有的是sinθ等於0.4 0.4是怎樣的 我們明明是分數 透過計數機按分數出來就是2 over 5 好嗎? 端鼓也不是很困難 那就可以了,sinθ等於對邊over斜邊 有了一個比,有兩條邊 我們趕快直角三角出來 先叫ABC 隨便放飛體 那就決定2和5放哪裏 5就是斜邊,就一定要放AC的位置 至於2,2就是對邊 所以就放BC的位置 發達了,直角三角形 我想知道第三條是哪裏 不是定理 因為不是定理是說1,2,3,3變關係 當然,這個世界沒有那麼理想 每次次都是一個很帥的數 今次是根21,是一個無理數 即是你猜不到尾 即是4.5825… 即是你猜不到下個數字是甚麼 OK,那這些叫無理數 好,但怎樣也好 寫回根21的圖圖 大家看到了,根21就是AB 好,那我們知道cos等於什麼 輪邊,over,斜邊 即是簡單一點 就是根21輪邊,over,斜邊的5 知不知道tangent theta是甚麼 tangent theta是對邊,over,輪邊 對邊就是2 輪邊就是根21,寫下去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我們這個影片就不是抄cos 或者tangent theta,這麼簡單 我們要知道cos tangent theta,over,2 有沒有難度?當然沒有 最簡單的,你都寫回根21,over,5 取代了cos tangent theta,而tangent theta 就給2,over,根21取代 放下去就這麼簡單 拿多一分 當然,分數的乘數 我們會選擇 因為,上格的根21和2 會乘在一起 那就放在分子位 下格的5和根21 又會乘在一起 就放在分子位 分子分母位 就可以約了公因子 到最後,你會看到2,over,5在上格 下格就是2 如果你說,複分數很難看 很簡單 分數就是除數 上格是2,over,5 2,over,5除下格的2 聰明的,你一計就算到1,over,5 不行,就按計數機 好,都說了一段時間 現在到你做即時練習 請你pause try me 然後回來一起對答案 好,多謝大家參與 好了,以知,tgθ等於1.5 其中,θ是一個銳角 在不計算θ的情況下 求2乘以sinθ cosθ的值 首先,我們知道1.5就是3,over,2 可以嗎? 自己心算又可以 計數機去驗算又可以 接著,畫了一個直角三個贏 然後,就畫了θ 由於對邊是3,輪邊是2 那就已經計算了兩條 還有一條邊,你不知道是甚麼 那你怎麼算 就叫做x找到 用甚麼找到呢? 把視定理 那麼,就算多是跟13 寫回一幅圖上 立即找下sinθ和cosθ的值 sinθ等於對邊over斜邊 對邊是2,斜邊是跟13 3over是跟13 cosθ等於輪邊over斜邊 輪邊是2,斜邊是跟13 所以cosθ等於2over跟13 好,下一步 要計算這個2乘2sinθ 再乘cosθ 即是把本來是sinθ的地方 就擺了3over跟13 本來是cosθ的地方 就擺了2over跟13 上格就是2乘2,3乘2,2 下格就是跟13的2次 因為兩隻跟13乘完 所以最後簡簡單 我會計到答案呢 就會是12over跟13的 好的,謝謝大家 拜拜